越战越勇 为梦畅想 挑战开始 他经历过的大场面 远比参加一个 综艺节目 经历的场面要大得多的 多的多 长得是有个儿 有个儿 有梦啊 有梦啊 这家的孩子怎么长得 不管怎样 有梦就去追 大胆地去追 总有实现梦想的一天 挑战无处不在 魏梦越战越勇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 大家晚上好 您现在正在收看的是 《越战越勇》 为梦畅想 本节目由广耀牌 灵芝包子油特别呈现 广耀牌灵芝包子油 源自世界500强 广耀集团 浓缩 灵芝包子粉精华 提高免疫力 本节目 所有上场的选手 刘和刚 吕薇 还有江涛 欢迎各位评委老师 今晚我们依然有六组选手 等待登台挑战 但是他们当中只有五组选手 有机会站上舞台 谁又可能获得这样的幸运 并成为今晚的冠军 让我们拭目以待 现在我宣布 越战越勇 魏梦畅想 挑战 开始 今晚还是各位选手 首先通过登台亮相的方式 由我们现场的红卫评委 来评选出谁 称为今天的首发歌手 来 各位选手 已经各就各位 请揭开我们的挑战大步 那三个牌子 三包牌 好 家伙 六组选手 不过人数可是不统一的 但是我们看到随着造型 时间摆得越来越长 有的小朋友要挺不住了 这三包胎多有气质 三包胎嘛 是三包胎吗 您猜呢 应该不是 说不定那也挺好 是吧 都有特点 三号都有气质 这三号的气场很大 对啊 不过这个 你看就是美声 不过要说气场 我反复地看了看左边右边 来回来去在眼里的这种余光 还是看到三包胎了 三包胎了 我们六号呢 要不要考虑一下 拜年拜老半天了 怎么定 还是三个孩子 三个孩子 孩子是可爱的 一号 一号 行 我也同意啊 有可爱的小朋友 还有漂亮的妈妈 然后登台 作为我们的一号选手 首发歌手 一定很有收视率 那咱们就定了 好吗 来 有请一号选手 一号组合到台下准备 一会儿期待你们的表现 有请其他各位稍事休息 谢谢 掌声有请 今晚的首发歌手 岳峰 好可爱哦 相声 i know you 好 看得不错 三位舞蹈演员 你好 你好 跟大家打个招呼 你好 几岁了 你好 五岁了 五岁 叫什么名字 当总男 当总 当上呗 是三胞胎吗 是的 同样三胞胎 真是挺幸福的 因为这还不是说 分别生了三个宝啊 这一次 我觉得这是上天的礼物 所以当你去产检的时候 突然知道是三胞胎 当时什么心情啊 当时去医院查 医生说三个 我说什么三个呀 然后他就说 怀了三胞胎呀 我当时整个人都懵了 就觉得 反正我一直在笑 就觉得特别神奇 也没有觉得什么恐惧的吧 但是我觉得这个 前职在家带三个孩子 工作量也蛮大的 因为我感觉带一个孩子 就已经够辛苦了 而你的工作量 这应该是三倍 对 他们三个是男孩子嘛 比较调皮 我在家看着他们 还是很严的 就是一刻不停地看着他们 但是我也有要做家务的时候 我洗碗的时候 之前有一次 我洗碗的时候 出来的时候 他们三个人 跑不见了 就是孩子没有动静 他肯定是在坐腰 然后我就去找 发现他们三个人 在卫生间里面掏马桶 玩水 把玩具塞到马桶里面 我们家那个马桶 把马桶当水盆了是吗 对 然后把我们家的马桶 堵了无数次了 然后还有一次就是 我看着他们 怎么不能不上厕所吧 然后我就上厕所回来 确实也是看不到他们人了 就觉得很安静 然后找 大事不好 对 他们三个人把那个花盆里面的土 全部都倒在地上 然后有两个在旁边玩土 一个往里面倒水 然后弄得满房间地上 他们身上全都是泥 三个都变成泥娃娃了 你们三个人配合得真棒啊 好玩 一个强烈的感受啊 当你们家邻居住你们家楼下 一定很痛苦 但是刚才看那画面 就是带孩子过程其实还真的 这个阶段家长还蛮头疼的 他们是相互配合型的 还是经常会比如说打呀抢啊 他们会因为玩具打得多一点 就是到手不到一会儿吧 就觉得别人手里的玩具好玩 他就会去想要他手里的玩具 然后就会因为这个打起来抢起来 但是三个孩子也有一起配合的时候 对 从小都是三个人一直在一起嘛 他们三个一起玩 就是基本上就是不需要我 也不跟我玩 就是把我当成透明人了 这是我们就是其他当家长的 想象自己有几个孩子 最理想的状态 对 就是孩子们自己就可以玩 对 我可以做我想做的事情 他们不会打扰我 我跟你说 到八九岁以后 我跟你说 妈妈都控制不了了就 我一个好朋友 就三胞胎撒男孩 我第一次认识这个朋友的时候 他三个孩子都九岁 就在那个一个小院里边 哎呀 就是他们仨在块摔跤 然后一会儿他俩摔 一会儿他俩打起来了 然后爸爸拽这一个 那俩在块打起来了 爸爸拽这一个 那俩打起来了 老热闹了我跟你讲 当然对于父母来讲 这个阶段 肯定是比较辛苦一点 但是好日子在后面 一定在后面 我觉得这是太让人羡慕了 那今天登台一会儿表现的 你唱歌的时候 孩子们还在吗 让他们到下面去吧 你想自己安静一会儿 对吗 对 因为我会分心 来 让我练练 孩子们 走 跟叔叔到台下玩去 去到爸爸那里去 你看多挺好 晚风吹动着竹林 月光拉长了声音 萤火虫已闪闪 满山飞舞的铅笔 天上银河在发光 地上风铃来歌唱 执念心在远方 古老浪漫的神话 流水走过 就像四季的变换 幸福在蔓延 爱你永恒不孤单 恋人手中樱花草 存在漫步的微笑 种下了一朵朵 青春璀璨的年少 恋人怀中樱花草 听见胸膛心在跳 偷偷地在思念 那是我们相爱的味道 谢谢岳峰的幸福的演唱 谢谢岳峰的幸福的演唱 这首歌不是来炫技的 是来晒自己的幸福的 祝你能够取得好成绩 加油 谢谢 那岳峰是首发歌手 所以接下来你的任务 是来挑选你的对手 还是跟刚才一样 我们其他没有登台的各位选手 将再次亮相 来 我们的挑战大幕再次升起 台上现有的五组选手 我们要来判断一下 他们是从事什么职业的工作人员 二号应该是做文职的吧 至少他今天这身着装 不是很典型的舞台装 对吧 看起来没有三号有危险 四号就不用问呢 这是艺术家的代表 五号 应该是职业女性的吧 就是白脸 比较职业 对 比较职业的 那六号呢 六号比较文艺 搞艺术的吧 搞艺术的 那究竟像不像岳峰所猜的这样呢 我们来揭晓一下正确答案 我们每位选手对应他们的真实身份 请看大屏幕 二号是网约车的司机 三号是歌手猜对了 四号是演员也对了 其实我刚才直觉 我觉得五号就像是老师 而我们的六号 确实有点艺术气息 文创总监 怎么选 网约车司机 为什么 我觉得网约车司机没什么时间 没什么太多时间练歌 开车的时候还有汽车音响呢 对不对 有音响他可以听歌 但他 不能唱吗 他很难练 万一生意不好呢 平时拉不着客户 竟自己练歌了 那也有可能 你最不想碰到的是 歌手 歌手 四号呢 演员也有点危险 对 小学老师 万一音乐老师 万一是音乐老师呢 对不起 五号再见 现在焦点集中在 二号和六号 对吧 网约车司机和文创总监 二选一 你来选一个 文创总监吧 六号 对 好 那接下来有请我们的六号 文创总监到台下准备 其他几位暂时休息 谢谢 接下来让我们有请 今天的第二组登台的选手 掌声有请 朱同 您好 您好 主持 来 请自我介绍一下 主持人好 品伟老师好 我叫朱同 今年35岁 来自四川成都 今天看起来好像还有一点点紧张 是 这是我第一次参加综艺节目 也是第一次在这么大的舞台上面唱歌 然后心里非常的紧张 但是我个人觉得你不应该这样 我不知道咱们现场的评委 有没有认出来 我相信电视机前有些人会认识朱同 因为他并不是第一次在媒体当中露面 而且他经历过的大场面 远比参加一个综艺节目 经历的场面要大得多的多的多 这个话题得从哪儿聊起呢 从2011年吧 2011年在国际上发生过一件大事 利比亚撤侨 我们非常熟悉的电影《战狼2》 其实就是根据当时的真实事件所改编 而朱同就是利比亚撤侨的亲历者 真的是大梦一场 太不现实了 对 然后11年回来以后 感觉是重生了一样第二次生命 我们其实就特别想了解 电影当中表现的很多场景 真实的情况 真的比那个还要紧张 和让人感觉到恐惧吗 可能个人打斗方面 没有《战狼2》里面那么激烈 但是整体的 真实的紧张的状况 对 可能比电影表现的还要多得多 还要厉害 当时你在利比亚做什么 当时我是09年的时候 我大学毕业 到中建八局音频翻译 因为中建八局在利比亚呢 当时是有一个工程项目 所以派遣我到那边作为工程翻译 就一直在那生活和工作 09年去的时候 当地的治安状况就是那样吗 没有 当时利比亚 它是地靠地中海的 一个很美丽的一个国家 班加西呢 作为它的第二大城市 也是非常安宁 非常美丽的 但是直到2011年 2月份的时候 利比亚国内的那次内乱 当时有很多的抗议的民众 包围了那个市政府和军营 之后又听说 他们冲击了军营 抢夺出了军营里面的武器 从那时候起 我们就知道 那不仅仅是一场骚乱了 它已经是一场 更大的一个内战的开始 问题会更加地复杂 对对 当时就做好撤离的准备了吗 当时还没有 因为最先开始的时候 我们公司里面 就已经做过一些 应急预案 一级二级三级 但是有一 应该是之后的两三天 突然有一天 我们正在工地里吃晚饭 然后我们营地里的 中国工人就跟我说 说朱帆毅 你到门口来看一看 有一帮阿拉伯人 想要进咱们的工地 然后我就到门口去 看见外面停了 一辆白色的皮卡车 有几个阿拉伯人拿着那种长枪 AK-47 或者是一些小的短枪 然后想要往我们工地里面冲 我们的工人堵在那个木门 但是因为他们不能沟通 语言不能沟通 所以场面很混乱 我害怕就是我们的这个行为 会激怒到他们 所以我就赶紧上前 让工人退后 我站到前面去和他们交流 他们当时可能也比较紧张 他们就一直用阿语 喊着一个词说 你车钥匙给我 车钥匙给我 我知道他们可能是想过来抢车的 那么在当时的那个情况下 他们有枪 我害怕伤及到我们的 工友同胞的安全 所以我就让他们赶紧 把车钥匙交给他们 他们拿到车钥匙呢 很快的也就逃离了 对 但是呢 在那之后不到半个小时 因为我们的工地很大 我们里面会有十多个营区 我就 我们听到工地深处的各个营区 就陆续的传来枪声骚乱声 到了午夜差不多十一点的时候 有几个工地已经燃起熊熊的大火 这个大火一直烧到第二天的清晨 等到清晨天慢慢亮了 他们抢夺的这些冲击的人群退去以后 我们到各个营地去查看 发现我们的值钱的车辆 电脑 包括我们的 甚至我们的水 我们的食物 包括工人的衣物贴身的内衣 袜子都被他们抢走了 所以那一刻开始就好像没有什么 真正的安全地带了 是的 当时就人心惶惶了 因为我们通过公司 从各个渠道去了解 后来发现班加西的机场 已经被这种暴徒给破坏了 然后它的码头也已经被封闭了 然后从我们的工地到 利比亚和埃及的交界 也有三百多公里 而且一路上我们也不知道是什么状况 它会需要穿过一段沙漠 所以我们也没有办法从这条路走 那就意味着海路空 三条线路都被封死 对 那就只能暂时原地躲避 当时有想过吗 最坏的情况有可能是怎样 最坏的情况也想过 就有可能就 确实回不来了 这条命就留在那里了 对 甚至当时 我也被枪所顶到过好几次 顶到胸口 对 也就是说你有直面歹徒的 这样的经历 是的 因为当时我们第一次营地 被冲击以后 因为我是翻译 当时我们的同事就派我到班加西市里 去为大家提供水源和后勤的这些物资 我就白天在班加西市里奔波 晚上住在我们一个供应商 他叫艾门住在他的家里 但是工地里每天持续都还有暴徒来抢 来冲击 然后有一天我接到我们营地一个同事的电话 告诉我就是我们营区里有一个老夫妻 那个老先生呢 他当时身体不好又有心脏病 经过冲击之后 他已经快吃不消了 就让我到营地里去接他 把他们接出来 对把他们接出来 但是呢 当时我们受到第一次冲击之后 我们害怕之后更多的冲击 我们就在工地的周围 用挖掘机挖了一条壕沟 避免车辆直接的开进来 但是这样也给我提供了一个不便利 因为我的司机只能把我放在工地的边缘 而我要走到我们的营地 我还需要走两三公里的路 才能够走过去 这一路是非常危险的 很危险 在走的过程中 我快要到达我们营区的时候 就突然发现我们旁边的一个营区门口 有一群阿拉伯人 持枪的阿拉伯人 他们拿着大砍刀 在砍门口的大铁链 想要冲进去去抢东西 实话说 我那个时候腿都软了 但是理智告诉我 我不能跑 因为我们的营区 除了那个围墙以后 周边是一片荒漠 没有 连一棵树都没有 如果我在那个时候转身逃跑的话 反而更危险 对 我就一步一步地朝着他们走过去 然后这个时候就有几个阿拉伯人持枪把我围住了 然后其中一个领头的人就问我说 你是谁 你要干嘛 我当时我用阿宇和他招呼 先和他有一个亲近感 之后我告诉他 我说我的老父亲在工地里受到你们的冲击两天了 没有吃饭 没有喝水 他又有心脏病 现在身体不好 那么我出于孝心 我想把他接出去逃离这个危险的地方 可能他们也是被我的这番言语感动了吧 所以他们就拿枪压着我到我们的工地里面去把这个老先生给接出来了 所以那是你第一次在利比亚直面枪口 对 是第一次 也是人生的第一次 当然我相信这样惊心动不合的场面还有很多 到什么时候才真正的出现了转机 应该是五六天之后的一个晚上 我接到了一个短信是从我们公司总部转发到我们手机上的 短信上面告诉我们 我们的祖国 由国务院成立了应急救援小组 来协助我们这次利比亚的撤离行动 并且已经从希腊订了邮轮 准备接我们回家 当接到这条消息的时候 我当时内心是非常的兴奋 就是在黑暗中你看到了光明 你终于有求生的道路了 有求生的办法了 那一刻是让我非常感动 非常激动的 那是一条充满着希望的消息 是的 但是这中间也有问题 我们的大使馆是在利比亚西部的迪利波里 而我们是在东部的班加西市 大使馆当时通往班加西市的道路 已经被武装分子所控制 不允许任何车辆和人员的通过 所以在那个时候 大使馆没有办法派人员到这边来协助我们的撤离 所以当时大使馆委托我们公司的副局长 在当地的张作和 他来作为东部地区中国人撤离的总指挥 当时有给你分配什么特殊的任务吗 有 因为当时我是少有几个还在班加西市里活动的人 所以就让我协调车辆去工地把工人运送到港口的这个任务 当时在班加西需要撤离的人有多少 我们公司有一万多人 然后加上其他的中国企业和其他的私营企业 一共中国人应该有接近两万人左右 那协调的车辆那可就不是一台两台车的这样的数量的技术了 是的 是的 很困难 因为当时骚乱开始升级之后 班加西市里已经是无政府状态 有很多的暴徒抢夺了武器以后就在整个班加西市里烧杀抢掠 而对于他们来说最值钱也是最便利的抢夺物就是车辆 越大的车辆越是他们的猎物 所以所有的大巴车司机卡车司机都不愿意都不敢再出来跑车 我们无数次给他们打电话向他们求助 但是他们迫于自身的害怕和恐惧也不敢出来帮助我们 但是因为这个船只已经靠近了 然后我们必须要立即面临着把工人送到港口 让他们登船的这个时间很紧张的这个状态 最后让我很感动的一点是大概在夜晚八点钟的时候 艾文一拍桌子一咬牙说猪童走 我们俩开车上门到市里一家一家的敲他们的门 请求他们来给我们帮忙 我记得很深刻的一件事情是 当我们从一个司机家里出来的时候 已经是夜里十一点了 当我们行进在路上的时候 走过一个比较偏僻比较荒凉的地区 很远的地方我们看到前面的公路上有一个哨卡 那个哨卡占了一帮持枪的年轻人 然后中间点了一堆篝火 当时我们判定那是一群暴徒 在那里设置了一个哨卡 想要抢夺过往者车辆和人员 但是那是我们要去往那个司机家必经之路 我们今晚最后的希望就在那里 我们必须要通过这条路 所以呢就只能冲卡了 对就冲卡 当时其实我也很无助了 然后Iman这个时候 他说猪童我开车 我会猛踩摇门 冲过这个哨卡 说完以后他就开始朝前面 开始猛冲 然后开到离他们比较近的时候 可能对方也比较紧张 就开始向我们射击 然后我们俩把身体扶低 这个过程可能很快 可能就是一瞬间 对一瞬间 几秒钟十秒钟就过去了 但是那个紧张和激烈的程度 就是我很难在 很难用语言来描述它 很幸运的是我们终于冲过了那个关卡 到达了城市的另一个区域 我们也顺利地联系上了 那个区域的司机 他们有很多人愿意 第二天出来帮我们撤离 我相信当地的这些司机同学们 也会为你们这种 大无畏的勇敢精神所感动 是的 很感谢他们 其中有一点让我很感动的是 最早我和Iman 我们夜晚去寻找的车辆 总共有十多辆 但是到第二天白天开始运输的时候 很多我们曾经合作过 或没有合作过的 当地的卡车司机 刹车车司机 他们看到中国人 这么艰辛地这么撤离 想到我们是远渡重阳来 为他们来建设他们自己的家园 他们自己也心里很内疚 所以有很多卡车司机 自发地开上他们的刹车车 来帮我们把工人运送到港口 到最高峰的时期 我大概估计了一下 应该最多有五六十辆车辆 来帮我们三天三夜 不断地巡回的运送工人 最终让我们所有的人 都能够安全地到达港口 到达港口 登上邮轮的那一刻 我相信内心是 说不出的一种感受 是 其实 班牙西正在大兴土木 它当地也有很多孟加拉人 有很多越南人 很多韩国人的工程师和工人 那么在这个时刻呢 我们并没有放弃他们 一直在和我们国家这边 继续在商量 怎么样能够把这些人 最后都能够救走 秉承着人道主义精神 对 最后我们是在和希腊那边 经过多次的交谈和商量之后 把最终剩余的两千多孟加拉人 越南人 韩国人 包括我们自己的同胞 还有我们台湾的一些工程师 我们一同从船接离 撤离到了希腊的克里特岛 当我们撤离了班牙西港 游轮行驶到公海的时候 我走到甲板上 看见在我们游轮的右旋 有一艘军舰 它上面飘扬着五星红旗 它是我国在亚丁湾执行 护航任务的五三零舰 徐州号 是我们的徐州号 我们听见徐州号的舰长 用高音喇叭向我们呼喊 我到现在我还记得 他向我们呼喊的内容 他说同胞们 中国人民解放军 五三零舰全体官兵 向你们致以问候 我们一定会保障 把你们安全地送达目的港 在那一刻我真的流下眼泪 也是从那一刻开始 我真正地感觉到了安全 感觉到放松下来了 那也是我差不多 有两个多星期以来 洗的第一个热水澡 那一刻我们终于回家了 当时从利比亚撤桥撤远 数量多时间紧 撤离方式十分特殊 行动过程困难重重 经中央军委批准 空军四架一尔76型运输机 从乌鲁木齐地窝铺 国际机场起飞 前往利比亚 执行撤桥撤远任务 航线跨越五国 单次航程9500多公里 中国海军第七批护航编队 徐州号导弹护卫舰 奉命吉尺利比亚附近海域 为撤桥撤远提供强大的支持和保护 武三林舰全体官兵 向你们自己亲切地问候 重新踏上左国的土地 大家一扫长途飞行的疲倦 手持国旗露出了开心的笑容 一位叫冯克隆的归国人员 忍不住跪道在地 亲吻着脚下的谷地 听了您讲述这段利比亚撤桥 说心里话 第一 感受到了祖国的强大 第二 感觉到作为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个公民 感觉到骄傲和自豪 作为利比亚当地的翻译 其实您的任务特别重 第一个面对危险的人是您 您可以有那么多枪 在抵着你胸膛的时候 你还能那样机智地 去把老先生救出来 也是因为有您 有无数个您这样的大爱的人 才让三万利比亚的同胞 安全地回到了祖国的怀抱 当这个530剑发出那样声音的时候 我真的控制不住 这个声音是祖国母亲的声音 也是日夜盼着我们 等着我们回家的母亲的声音 那一刻只有选择坚强 只有选择团结 只有选择不怕死 我们有可能回到祖国的怀抱 您都做到了 向你致敬 说实话 听您在讲2011年的故事的时候 我真的眼前会很有画面 就像看了一场电影一样 但是这个电影当中并没有 战狼式的超级英雄 只有我们身边 普普通通的平民英雄 向你们致敬 那今天我希望它不是挑战 而是享受 享受生活 好吗 好的 好 接下来舞台属于你 加油 没有什么能够阻挡 你对自由的向往 天马星空的生涯 你的心了无牵挂 穿过幽暗的岁月 也曾感到彷徨 当你低头的瞬间 才发觉脚下的路 心中那自由的世界 如此的清澈高原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接下来请回我们当前的类主 岳峰 接下来请回我们当前的类主 岳峰 接下来请回我们当前的类主 岳峰 来开始我们今晚的第一轮投票 首先让我们有请评委 施鹏 我觉得在你们两位的歌曲里 我的感觉来讲 我觉得一个是幸福 温馨的 洋溢着喜悦的 一个是内心一种大爱 一种感染 一种让大家去体会的 所以我觉得 我个人觉得啊 对我内心冲击更大的是这首蓝莲花 很抱歉 岳峰 我把反对票投给你 我相信你们家会特别特别的幸福 我觉得祖国的强大 才能让全球的人们尊重我们 才能让我们的同胞 在世界的每一个角落 都能够感觉到安全 平民当中的英雄 向您致敬 幸福的小家庭 祝你们永远快乐 我喜欢你翻一家身份的温文尔雅 我喜欢你利比亚撤桥 当中的英雄形象 我喜欢你站在舞台上 作为越战越勇的选手 在温暖当中透着坚强与勇敢 你的歌声当中也是这样的 结果出来了 在这里祝贺猪童挑战成功 当然也谢谢今天岳峰 带着幸福的一家人 前来我们的舞台挑战 来 给孩子们带点礼物 妙可兰多奶酪棒送给你们 继续加油 本节目由广耀牌灵芝包子油 特别呈现 广耀牌灵芝包子油 源自世界500强广耀集团 浓缩灵芝包子粉精华 提高免疫力 那接下来你成为了泪主 所以接下来你的任务 来 选对手 大屏幕 请升起 接下来呢 这个帆哥给你准备一个 朗诵的环节 但是呢 我们今天用一种特殊的方式 每个人用自己的家乡话 方言朗诵 咱们听听他们的声音条件 韵律和艺术感觉 好吗 首先有请第一位 咱们网约车司机 二号选手 那想要挪放的生命 就像飞翔的辽阔天空 就像船船的外边的矿跌 拥有种特殊一切的力量 这两句我都知道在哪开车 是不在江涛探家门口开车 如喜男的 来 有请3号 我给亚洲 三岁搞哪个腿 我给亚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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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是山东的 也是山东的 你先别猜方言了 你猜猜他刚才说的是啥 我们亚洲 我们亚洲 对 不会是吕薇老师 这都听出来了 我刚才都差点听成是外语了 来吧 接下来咱们听听4号选手 我们最好的舞台 打木拉开 欢迎你到来 任山任海 一起喝采 相受我的爱 河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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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还是山东的 河北山东矫见的 清头 来 最后 咱们小学老师 我深深地爱着你 这片夺青的土地 这是山东的 这也是山东的 我踏过的路径上 枕枕滑翔尿鱼 这是山东的 这个好 对不起男人 这个是不男的 这个是不男的 我来自山东廖城 廖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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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办 选谁 真的还蛮纠结的 因为刚才2号 刚开始朗诵的时候 我心里就说 我一定要选他 因为我的祖籍 也是山东的 是在山东泰安 但是听完他们朗诵 全部朗诵以后 我就又很纠结了 要么就先来后到吧 就还是2号 2号 咱们网约车的小哥 来 有请我们的2号选手 到台下准备 不好意思 其他三位还要继续等待 挑战继续 让我们有请今天的第三组选手 孙万里 你好 小孙 向大家打个招呼 老师好 大家好 我叫孙万里 今年34岁 我是一名网约车刺激 这个网约车 其实我们都比较熟悉 因为我们生活当中 现在也离不开了 我们也知道这个工作很辛苦 我一般早上都是四五点五六点钟吧 然后 四五点就出车呀 因为我是从高密去青岛跑车 所以我可以早点起来 然后一路开车去青岛 然后刚好是接个高峰 你看你说从高密到青岛 江涛老师第一个点头 因为它有概念嘛 知道多远 对对对对对 多长时间 我不太了解 差不多一个小时左右 一个小时 百十来公里 一百多公里 一百多公里 为什么呢 青岛大城市吗 订单也多 然后这个订单质量也高 然后可以多赚点 但是每天的工作就是挺枯燥和辛苦 对吧 确实这个是无法避免的 其实我现在习惯了还好 就像我刚接触就是全职进入这个行业的时候 我记得特别清楚 当时是开了一台手动挡的车 然后这个逝去道路路口特别多 行人也特别多 而且还有特别多的红绿灯 需要不停地加减挡 控制车速 偶尔还得破气 然后这个左脚踩这个离合器 踩离合 松离合 踩离合 就是那段时间 就在第二月那段时间 整个左脚掌都麻木了 而且就像我们这份工作吧 大家在休息的时候 我们在忙 大家在忙的时候 反而是我们就是订单少的时候 尤其是这一日三餐这饭点 再就是这个早高峰晚高峰 还有这个节假日 这是我们最忙的时候 接单最多的时候 好多人都说这个网约车开车挺苦 但是我感觉特别好 因为它这个收入吧 像我们似的 它是实时 那个就是可以 那个钱可以到账的 接到一笔订单 你完成以后 然后只要乘客那面一支付 我们这边会有即时的反馈 就是像我们那个 存钱进储学罐那个叮铃的一声 就爱听这声 听那个声音我就感觉特别爽 你知道吗 每次我打车一付费那一下 我是最心疼的 我特别开心 然后每天看着这个 就是通过自己不断地努力 不断地这个 看着生活的小目标 包括自己那个储蓄 一点点增长 对 一点点的增长 很有成就感 本来说是这一劳累了一天 感觉特别累 然后看看自己的收入 今天的收入 再把音乐声音调一下 放大一点听听歌 请住一下 就感觉真好 好 这就是一种乐观的生活态度 因为做什么工作呢 必须得开开心心的 当然你看 你讲到一个小细节 有一点收入 有一点成绩 都会非常开心 我就觉得源自于 你现在肯定也是有了自己的家庭 对吗 对 我很幸福 我有两个可爱的女儿 这个通过这些年 也是不断地努力 也包括我妻子 我们俩共同努力 现在我们生活也越来越好 有了自己的房子 有了自己的车 而且我们的生活条件也是 真的是 跟之前就是天翻地覆啊 好幸福啊 所以这才是真正的晒幸福啊 其实从事这份工作以后啊 里面也出现过一些小插曲 怎么讲呢 就是暑假的时候 我们这个行业会特别忙 我会早出 每天早出晚归 我走的时候 四五点钟我就起来了 结果他们娘仨 还在呼呼大睡呢 然后我回来吧 一般都是十一二点 甚至有时候凌晨 中间呢 也有过几次 就是不回家的情况 当时大女儿嘛 上学 她就 早上起的也挺早 结果她连续可能得 一个星期左右 没见到我了 就后来突然有一天 我也是累了以后 就稍微休息一下嘛 就是那天睡了个懒觉 然后我小女儿就爬到 爬到我背窝里去 抱着我的脖子 我说爸爸好想你好久没见了 然后我大女儿不是怎么也听见了 也咚咚咚就跑到我屋里去 两个女儿这边抱一个 那边抱一个 当时我的心里就感觉 特别特别特别闻心 特别特别幸福 对呀 为了女儿啊 这也是你奋斗的动力和源泉 在未来啊 我相信我们会更好 因为我们还在继续努力 其实来参加节目 也好几天不能赚钱 当时我心里还是蛮纠结的 然后我老婆特别支持我 她说你一定要去参加 她说是我在唱歌的时候 眼里有光 整个人闪闪发光 特别亮 然后我就想啊 我从小就有唱歌的梦想 而且能来到这么大的舞台上 那我自己的愿望呢 也是希望就是家里越来越好 希望两个女儿越来越好 那我呢 就想告诉我两个女儿 爸爸虽然文凭不高 没赚到很多钱 爸爸虽然也不是很高大 那爸爸的工作呢 也虽然不是 也是很平凡的一份工作 但是爸爸有梦想啊 爸爸一直在追寻这个梦想 而且都登上了这么大的舞台 所以我希望我两个女儿 可以以爸爸为榜样 以爸爸为骄傲 在未来的日子里啊 不管怎样 有梦就去追 大胆地去追 总有实现梦想的一天 真好 今天不是因为来参加节目 这车就开不了了吗 其实下完节目就可以继续 因为我给你透露个秘密 我们的评委姜涛老师 到现在不会开车 正愁 不知道怎么回去呢 录完节目 他那儿下单 你就给他送回去 准备好了吗 准备好了 接下来舞台属于你 加油 我曾爱过也失去过 唱过爱的甜与色 摆脱命运的捉弄 我知道我要什么 我有一份难言的感动 用作有情绪融合 何必再无畏的思索 这世界有什么好值得 我们如果没有你 我眺望远方的山峰 却错过转弯的路口 莫让回首 才发现你在等我 没离开过 我寻找大海的尽头 全忽略蜿蜿蜒的河流 当我逆水星中 你在我左右 推着我走 喜怒怒奘 喜怒爱乐 捆绑我的 总不再算什么 嘎嘎 让我的世界 以你为主 快乐你快乐 又找你有种 让我们一起抬起 就有一个声音 她说爱情没离开过 谢谢孙万里的演唱 那接下来我们这一轮的对决 又充满了悬念了 再次请回我们当情的泪主 朱统 这一轮的投票 首先有请吕薇 这个孙万里的演唱呢 的确是太惊艳了 我记得你刚才说的是 你的文凭不高 但是你有两样特别高 我觉得就足够了 一个是你音唱的特别高 因为这是你喜欢唱歌的 这样的一个方向 还有一个 你的幸福指数特别高 对 在这里呢 祝福你 也祝贺你 当然 虽然把支持票呢 是投给了孙万里 但是呢 在这里呢 我也代表我个人 因为我曾经是一名海军的文艺工作者 感谢您这样的幕后的英雄 谢谢您 那么通过今天二位的表现 孙万里 在演唱状态 演唱的高度和质量上 还是略胜一筹 所以我把反对票投给你 万里 听了你的歌声之后 我很震撼 在你的身上热爱生活 懂得生活 感受生活 去歌颂生活 体现得临里尽致 今天在台上 每一句话 每一个表情 带给我们的就是 幸福与快乐 特别好 希望你在开车的同时 暴增安全的情况下 好好唱歌 祝你成功 结果出来了 在这里祝贺孙万里 挑战成功 再次向您致敬 加油 祝贺孙万里 成为了我们的冠军 当然 此刻的胜利 还不是最终的胜利 接下来后台 还有没有登台的选手 正在做准备 我们一起来迎接一下 好吗 好的 挑战大幕 请升起 三位选手等待登台 做你的对手 这一个回合当中 给你的参考 内容是 有请我们三位选手 依次进行特场展示 咱们首先看看 三号选手 为我们准备了什么特场 准备一段 唱强的模仿吧 模仿一下 模仿一下 关门村老师的声音 好 我深深地爱着你 这片多情的土地 我踏过的路径上 阵阵画像鸟语 太好听了 女声音 太好听了 肯定 大姐我肯定不选了 肯定不选了 谁让你唱那么好的 这个大叔也准备好了 这样 听说大叔好像接下来 这个特场展示 需要我配合您一下 是吗 是我把球扔给您对吗 这个距离可以吗 好 厉害 这个很厉害 真厉害 完了是吗 这就完了 可能就会这一个 有可能 来 五号老师 您的特场是 这是来了一段匀手 身段展示 身段 身段 属于戏曲当中的一些动作 对吧 那个五号姐姐呢 跳得也特别好 特别柔媚 那大叔呢 表现得不好 咱是男人 男人之间的战斗 男人来解决嘛 我选大叔好不好 你不就觉得人家接个球 那个太简单了吗 所以你有可能赢人家 对不对 说实话也不丢人 好 有请我们卓别林大叔做准备 3号 5号 不好意思 还需要再等待 挑战继续 让我们有请卓别林大叔 宅长乐闪亮登场 这可以 好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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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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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压角了 对 来 让我们掌声欢迎一下 翟长乐 翟大叔 自我介绍一下 评委好 主持好 大家好 我是来自河北的吴乔的喜剧演员 翟长乐 今年64岁 大叔这个 进行这样的滑稽表演有多少年了 15年了 15年 对 而且您的这个桌边林的模仿 我还看出来了 有一些小设计 不是单纯的模仿 是的 还有点小魔术 对的 是这样的 我这个是 我开始演那个滑稽表演 小丑表演就是 小丑杂技 我是第一个带到北京来的 您是最早把滑稽小丑表演 带到北京的 对 第一波演员 第一波演员 后来呢 魔术也搞小丑 杂技也搞小丑 满舞台都是小丑 我一看这个不行啊 抢我的饭碗 竞争太激烈了 我也看 搞一个特出的吧 定下来 我在一部电视剧上看到一个 诶 朱贝林挺好玩 我说模仿朱贝林 我的身材呢 也像朱贝林 我就满大间 去找这个朱贝林的素材 找了以后啊 就开始练 这个还有个很搞笑的吧 我一开始啊 就认为这个朱贝林啊 很容易 我就买了一套衣服 看了盘 一个星期 我记得一星期 就跑人舞台演起来 我说朱贝林 人家一看了 老板 朱贝林挺像 嗯 可是演起来一走步 走的 演的一半 就被轰下来了 钱没拿到 那时候 哎呀 真的心里 哈哈 不是滋味 表演失败 不是滋味 那时候租了一个 我就来北京以后 租了一个20米的房子 他没出去练 我就走了 我记得 那走几公里 到一个公园的边上 没人的地方 就刻苦地练 这个腿在动身体 矮子步 卓贝林有这个动作 哎 对 这个也稳 哎 对 他一共打拐会 所以看似简单的一些小动作 都得琢磨 对 旁边的人都看 这个人怎么这样走路 哎呀 这个形体也是一种艺术 我觉得这是 滑稽戏是非常高雅的 这喜剧表演 不需要语言 不需要麦克风 靠自己的状态 简单几个小动作 能把大家都笑 那今天 越战越勇 它是个唱歌的节目 您知道 可能和平时 您的这个表演 又有不同了 是的 是的 这个歌您平时练得多吗 就是 有时候他们在后台演员唱歌 我跟着哼哼几句 今天就来展示一下 好吗 对 好的 希望您能享受我们的舞台 好 加油 好 加油 不要测评 练一下 杯 dan 温恩转 血能怒悲悠悠万世 世上善恶谁能断 天不地方悠悠万世 赞好天地人欢 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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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翟大叔的演唱 让我们再次请回当前的泪主 有请孙万里 开始这一轮投票 首先有请施鹏 就二位舞台的表现 对我的感触来讲 翟老师 很抱歉 您的卓别林演得非常地好 特别喜欢 但是在歌上的反对票 我还是要投给您 谢谢 万里小老乡 作为山东人 经常会听到很多的咱们的老乡唱歌 很多的专业的歌手都带有口音 包括我在内 但是我今天听你唱 我一个字都没有挑出来 这个咬字特别好 翟大哥您的这个江山无限 我觉得前两句精味十足 但到后面的安字 能够隐隐约约的感觉到 您的戏曲的念白 还需要再下点功夫 那么我投您的反对票了 从这个万里的嘹亮的歌声 动人的旋律一直余音绕梁到现在 翟先生的这个表现和表演 真的是又直逼胸膛 其实刚才在您唱这个江山无限的时候 让我想到了就是您的下一步 如果有可能的话 是否会在唱的过程当中 还能表演桌别林的形象 用桌别林的表演形式 能在唱当中展示出来 我觉得这也是一种创新 也未尝不可 但是今天这个舞台 我们听的还是歌 万里确实唱得很好 我选了 结果出来了 在这里还是要祝贺孙万里 挑战成功 也谢谢我们的翟老 希望您继续加油 把您的滑稽继的表演更进一步 越战越远 谢谢 祝贺孙万里 这回我可以负责任地讲 你距离今晚的冠军不远了 来 我们的挑战弹幕 最后一次升起 最后一轮咱们展示什么呢 有请3号和5号分别进行台风展示 我们现场将会播放一段带唱的音乐 你们对口型表演 看看谁更接近职业演员的状态 首先有请3号 基本属于原唱 基本属于原唱 来 5号 蓝脸的诺尔顿 大鱼马 红脸的观光战场战 黄脸的天归 白脸的草草 黑脸的张飞 交战 好 完了 我是选不出来了 听伟老师 我觉得3号表演经验更丰富 为什么呢 他穿着这么漂亮的演出服 你演出服要花钱做呀 你不挣钱 他怎么能做演出服呢 所以他是能拿唱歌来挣钱的呀 你看在5号多朴实啊 小学老师说明没有拿演出挣过钱 你可以这么考虑这个问题 这么说有道理 你觉得呢 还是坚持我的最初的想法吧 刚才听过3号姐姐开口唱了那么一嗓子 我有点怕 所以我就选一下5号姐姐吧 不好意思 3号 再见 赢得最后可以登台挑战的机会 是我们的5号选手 我们的小学老师 请到台下准备 期待你的表现 今晚还有最后一位没有登台挑战的选手 掌声有请 盛杰 盛杰 你好 确实是老师的范儿 一走上来 有种这个老师走上讲台的感觉 跟同学们打个招呼吧 各位老师好 我来自山东辽城 我叫盛杰 是一名小学语文老师 这个我要特别介绍一下 我相信评委老师和我们的电视观众会有印象 其实盛老师呢 在上一周就曾经登上我们的舞台了 但是大家还记得吗 由于过于暴露实力 最后没被选上 我总感觉在这个舞台上 应该把自己最好的一面表现出来 结果表现得越好 对 表现过了 别人越不选 然后没人选 然后这个 家人怎么说的呀 家人就说你表现那么好走 妈的你说那也没人选你 就这么起来有这么回来了 让我爸妈又白等了 你是不是骗我呀 你根本就没去 你怎么就回来了 又白等了一周 那爸妈心情也有点难过 对 有点难过 那这次你再说来参加越战越勇 她们什么心情 我就这么说吧 杨凡老师 我的爸爸妈妈是您的忠实的粉丝 那我很荣幸 尤其是我的母亲 那我很荣幸 尤其是我的母亲 每到这个电视上 这个杨凡老师一出现在这个电视机当中的时候 我妈妈在下边就说 你看看那你那小伙子 长的是有个儿有个儿 有么呀有么呀 那个那孩子怎么长的 每天就这么夸 我脸都红了 每天就这么夸 谢谢阿姨对我的这个肯定 我会继续努力的 这话题怎么跑我这儿来的 咱今天聊你 好 刚才一环一环的展示 其实还是揭露出来 就是你还是有一定的舞台经验 是从小学音乐吗 我大学的时候 学的是音乐表演 当时是在山东省 以专业课第一名的成绩 被黑龙江大学入取的 他在黑龙江大学 是的 但是呢 母亲总是感觉一个女孩子 孩子在外边 离家又这么远 总希望让自己孩子 回到父母的身边 找一份比较这个稳定的工作 陪伴在他们的身边 后来就是在毕业之前呢 爸爸妈妈一直打电话 软磨硬泡的 就这样就给我催回来了 然后后来 所以学了音乐 并没有当音乐老师 对 回到家乡做语文老师的原因 是为了父母 对 但是呢 我妈妈就是说 感觉到 把闺女叫回来 不能让她从事自己的 喜欢的这样的工作 不知道这件事情 她们做的 对呀还是错呀 自己也很纠结 所以说呢 也一直希望我能够有机会 再一次重返这个舞台 那我大概听懂了 这次来参加越战越勇 是爸爸妈妈给报的名 不是是我自己报的名 从去年十月份开始 我就一直通过各种途径啊 各种方法 想参与我们越战越勇 这个节目 因为我的母亲 从去年五月份查出的肺癌晚期 是小细胞分化 是肺癌里边最严重的一种 也就是说扩散速度最快 大夫说呢就是说 如果治疗的好的话 不扩散的话 她的寿命也就是半年到一年 如果说扩散的话 这个时间就不好说了 我就希望能够登上这样的舞台 让她的身心啊变得更加的愉快啊 或者是让她的心里边挺高兴一些 妈妈现在的状态怎么样呢 她自己目前就是对她的这个病情 她完全的不知道 刚开始查出来这个病情的时候 包括我们的家人亲人 给她选择那个最佳的那种治疗方案 或者去哪治疗啊 怎么跟她说呢 我们就就告诉她 你得的这个病啊就是肺结核 传染病什么之类的 不会告诉她到底 那你比如说要去做化疗啊什么的 她去的那个诊室也不是肺结核的诊息 对 她上面会写着肿瘤的 她就会问 我们就说你这个病啊要传染 然后别的其他的病房都住满病人了 只有在一个单独的这个病房里边隔离开来 给您治这个病才可以 我们就用这样的方式去隐瞒了她 那这期节目播了之后怎么办呢 播了之后因为她 妈妈会不会看到 不会因为她大部分的时间嘛 都会在这个医院里边做化疗啊 放疗啊 在医院里边她也没有电视啊 她自己也不会上网 手机上网什么她也不会 我就寻思到这个节目播出的时候 会自己截取我上台表演的这一段 放给她看就可以了 所以我才知道啊 原来说录这一段的时候 为什么导演要请妈妈 爸爸在外面回避一下 希望杨凡老师还有评委老师 能够帮我保守这个秘密 那我们可以把阿姨请进来了吗 可以 可以 阿姨 你好 她想你了 她快想你了 叔叔好 来 欢迎 欢迎 你好 阿姨今天来到我们 岳战俑这个现场和平时在家看电视 感觉有什么区别吗 有点紧张 其实 特别喜欢这个 特别我喜欢这个《圆战俑勇》 我是每期都看这个《圆战俑勇》 谢谢 真的呀 我看这个《圆战俑勇》 谢谢 心花就开了 心花怒放 我妈妈一来的时候 就感觉特别地紧张 我当时不确定她 是不是能够来到咱们的这个演出现场 所以说呢我就也没敢说 到后来导演通知我说 你的母亲可以和你一块来参加这个节目 我就告诉她了 我说你能和我一块去北京参加《圆战俑勇》 你可以在现场见到杨帆老师 激动的好几天睡不着觉 来北京吗 她就说 她说你儿她说你看看我也没有一个秤气的衣裳 她说你带着我去买上一件吧 然后到那个商场去买衣服的时候 就见到人家那个导购 就跟人家说 你儿明天上中央点人台去参加节目去 这不是来给我整上一身衣裳 然后买完了衣服之后回去搭配吗 搭配衣服 在家里边一身一身这么来回的换 说了一句 整你我给宣媒的呀是的 我结婚都没这么隆重 激动成这样是的 特别特别激动 谢谢 那我也代表我们节目组啊 首先感谢叔叔阿姨一直以来 对于我们这个《越战越勇》节目的支持 但是我们还得希望你们继续支持 好吧 尤其是阿姨 好 好好保养自己的身体 我就是看你的节目 我的病才好的 哦 看我的节目 病就痊愈了 痊愈了 身体会越来越好 好吗 那咱们到台下给郑杰加油 好 每一天又每一年 记住从地往前赶 我看 哭了 倦了 累了 你可千万别为难 失路 他就免不了 又够够看看 就看你 怎么去闯 怎么去闯 每一关 我出的夜来 给自己看 过了酸鲜 却也想 傻月难不倒散 只要你的心中 有情有爱 天也懒 地也宽 三苦再来 谢天 谢天 谢谢盛杰的演唱 让我们再次请回 我们当前的类主 有请孙万里 最后一轮投票 让我们首先有请吕薇 盛杰呢 她唱的这首歌呢 难度还是挺大的 她有那个 就是你们那个东北民歌的那个 这个高亢的那个劲儿 东北人的性格 东北人的这种性格 不服输的性格 这个呢也唱出了你的对生活的一种态度 尤其是今天爸爸妈妈来到现场了 然后我觉得你是一个特别有孝心的女孩子 所以呢我就选她了 抱歉 孙万里 但是你唱的真的是非常好 我把这票投给你 那么盛杰演唱的这首活出个样来给自己看 我觉得从声音的角度去说很好 但是作为舞台上一个比赛的场面 来细说的话呢 我感觉就是还少一点点的味道 那么孙万里的演唱和你的演唱 那么我认为万里的演唱 她的质量在我看来非常高 那么尤其二爷 我只能把反对票投给盛杰 抱歉 这个盛杰教学教久了 说话多了 对声音的损伤是最大的 我实话是说 在今天演唱的过程当中 作品处理的也蛮好 但是在歌唱的过程当中 某些地方声音就会有遗憾的地方 你回去你一听就知道 所以抱歉 今天节目整体的演唱当中 我觉得更完整的 实话是说 还是孙万里 我这反对票投给你了 继续努力 刚才万里我已经说过了 真的是非常的优秀 盛杰也是老乡 咱们山东女孩 这个火辣劲和这个颇辣劲很足 在这个环节 就不差士逢老师这一票了 我感情偏一下 这个万里我投你反对票 你们二位在演唱的对比之中 其实各有千秋 万里这个也是一首情感的流行歌曲 那么盛杰演唱的算是民通了 我觉得在这首歌曲里 虽然有一点点的生硬 但是朴实和你整个的演绎的状态 你在舞台上释放的张力 能让我直接的感受到你的家庭 所以我觉得二位最后的抉择 我更倾向于盛杰 苏万里很抱歉 反对票投给你 祝你们幸福 结果出来了 今晚越战越勇的冠军是 圣洁 祝贺圣洁 也谢谢孙万里今天来参加我们的节目 继续加油 越战越勇 节目的最后 我们还会有请评委代表耿维华老师 为圣洁颁发我们的冠军奖杯 我相信今天的收获 来自于你的耕耘 我坚持下去 你会越唱越好的 坚持吧 祝贺圣洁 再次感谢今天所有登台挑战的选手 也要对我们今天没有登台的 那位选手说声抱歉 希望下一次可以站上舞台的就是他 感谢电视机前观众朋友的守候 谢谢我们五位辛苦的评委老师 这里是越战越勇 下周再见